2008年 国民党再一次的政党轮替 赢得了这个执政权 国民党重新执政 有被大陆并吞吗 没有啊 两岸反而各自争议 求同存异 能够让两岸的人民 透过经济的一个交流 让人民有一口饭吃吗 2016年民进党又重返执政 结果两岸的关系停滞不前 反而还更倒退 现在一个区区的一个立委补选 无限上纲道讲说 这个保策如果输掉的时候 好 台湾跟台湾就会怎样 我讲坦白的 为政者 你怎么不去思考讲说 民众要什么 常常在讲说 我就要倾听民意 但是你刚才用讲的 你都没去做啊 今天我讲坦白的 有这么紧张 就难怪韩国 韩国瑜市长会讲说 所有鬼混的政治人物都要下台 这不是鬼混吗 今天大家都讲说敌对的状况 那你要怎么样朝向和平的一个交流吗 是不是过了